再來我們要講解的是152月的第四題 這一題比較特別,為什麼? 其實同學你可以看 這個有沒有像 這一面本來是垂直於這個面 直接把它翻出來 所以翻出來的時候它的樣子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個 它這裡這個尖的應該是距離它比較遠 它現在這樣子翻出去 所以它做出來的樣子會變成這樣子 應該是要變成這樣子才對 好,所以是這樣子翻出去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,來,所以一樣 這個斜面 有碰到的線 一粒化垂直線出去 好,再來我把RP畫上去 所以 一定跟 這一鐵斜面平行 好 好,要特別注意哦 現在RP在這裡哦 好,我們要量各個尺寸 所以老師要 把這裡要畫垂直線 這裡要畫垂直線 這只是方便我們等一下量的時候 對位置比較好對 好,現在老師 把它給個編號 同學會比較清楚 A,B,C D,E,F,G 好不好 我給這幾個編號 所以這裡是RP嘛 RP跟它接在一起 所以A點在這裡 所以現在A點在這裡 所以B點 我們就要去量這一段距離 V點就要去量這一段距離 好,所以這樣子才找到V點 這裡才是V哦 好 一樣C 畫平行線就可以過來了 對不對 好,珠 好,珠特別注意一下 珠跟這個是貼在一起 所以珠在這裡 A在這裡 好 再來E E是跟它平行的嘛 所以E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知道 比如這個F 先知道F 所以E要連到F 好 所以這裡叫F 所以畫過來也會連到F 再來我們要知道G 好,G 一樣 對上去是這一條 好 所以是這一個 G是在這裡 好 所以來 我們現在來 先把它連一下 好 有一些地方是畫平行線的 垂直線的啦 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這個是垂直線嘛 好 這一個 G 到這邊也是垂直線 阿 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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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是到這 所以是到這裏 好,其他的 這裏就可以連起來 這裏C連到D A連到B 所以我們畫出來的輔助仕途是長成這樣子 R 一樣,R 一樣畫上去 R 皮老師又要畫一下 所以 因為這是圓之筆 那考試的時候 大部分現在都是用 鉛筆完成 老師為了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我才用 有顏色的筆 所以這個就是RP